大马鱼毛球自由人 这个现在球员数量已经慢慢逼进国家队的群体 在马来西亚 甚至是全世界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 大家好,我是安哥 今天就来聊一聊自由人 自由人,independent player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是国家队 或是当地与种管辖的职业球员 他们必须自己训练 自己找场馆,自己找赞助 自己报名参加比赛等等 基本上就跟字面意思一样 是独立的球员 而马来西亚最早的自由人可以追溯到1994到1996年期间 那时候因为出现了许多到的职业生涯晚期 或者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国家队的球员 所以才开始有了职业球员这个选择 而现阶段的大马鱼球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 例如说在这次的市警赛 在24人组成的参赛名单中 就有12人为自由人 可以见得这个团队将在日后越来越壮大 那球员成为自由人的原因基本上就分成两种 自愿还是不自愿 目前马来西亚大部分的自由人都是因为国家队的计划 以自己的未来不相符才推出国家队 那说的白货一点就是 大马国家队会送旧迎亲 让遇到瓶颈的选手获得越来越少的参赛机会 那这导致了 有些世界排名还可以再提高的球员 因为低迷的状态而无法参加比赛 然后得不到机会提升能力以及状态 结果就越来越差 那大部分的国家队都是风行的是优胜掠胎 让表现出色的球员或比较年轻的球员获得更多机会 那如果表现会达到预期 就会不让他们参赛 或者一次过把这些球员踢出国家队 那羽种也是一个组织 当然会选择性的把资源放在比较能够回本的球员身上 那一旦急以了机会 还是无法打出表现 自然而然 就会被与种抛弃或冷藏 那像最近的詹军伟就是遇到了类似的事件 而决定退出国家队 索性 马来西亚的前国手在退出国家队之后 并非没有落脚之处 羽毛球作为马来西亚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自然而然拥有着许多愿意接手这类球员的球会 他们会提供职业球员场馆来训练 也会提供他们薪金及奖金 然后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那他们都隶属于马来西亚 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国家队里 当他们外出比赛时 就等于是代表公会去参加比赛 而业友球员从一开始就在职业公会打球 而打出了成绩之后 才被安排加入到国家队里 所以公会现在也算是一个挑板 让更多有潜力的自由人加入到国家队 那成为职业球员最大好处就是自由 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参赛选择 训练方式比赛赞助 那他们也能够自己掌握时间 可以同时兼顾训练以外的事情 自由人不再受到大马鱼种的安排 可以做出对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规划 而在收获赞助商方面 他们也可以凭借着之前得到的名气 来获得更多的赞助 从而获得更多的奖金 像是成品顺其无流营 和双微组合会更容易收获这类的赞助 那他们还可以自由选择于谁组队参赛 如果双达球员中的队友受伤了 他们可以另外再找一名搭档 甚至是国外的搭档来参加比赛 像是陈文宏就曾经与印尼的Hendra一起打过比赛 而另一个好处可能是成为自由人 会迫使球员更有激励的训练 因为他们明白 想要收获更多的奖金 提高收入 他们就必须出外参赛 然后获得胜利 固定心境比较低的 他们会更积极的训练 而他们也明白 从退出国家队开始 他们要面对的 不仅仅是国外的选手 还要面对本地国家队的竞争 毕竟与种的政策 肯定是更偏向自身球员的 那根据世界语言规则5.1.1 任何隶属于BWF的比赛 包括青少年赛事 任何想参赛的球员组合 必须经过世界语言的会员工会 在世界语言总部的当地半月截止日期之前 靠着世界语言著名的方法来报名参加比赛 那这个规则 是一个自由球员的杀手锏 它表明了 如果职业球员想要参赛 会员工会 或基本上就是国家队 有权力允许或拒绝任何球员的参赛资格 就算职业球员不属于国家队的一部分 他们也必须通过 立属于BWF的工会成员才能报名 当然要注意的是 这里说的是个人赛 而不是团体赛 就马来西亚来说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 与种拒绝让自由人参赛的事迹 但是鱼团确实发生过这类事件 柴云曾经在2016年希望跟丹麦的BOW合作参加新加坡和大马公开赛 但是找到了中国语学的拒绝 为此 印度球员就开始了一个请愿 呼吁世界语联效法网球的方式 让球员自己报名参赛 而不是透过当地语种 而马来西亚在今年的团体赛则是扛着 让年轻球员锻炼的大旗 而不让自由人参加能够获得更多积分的苏迪曼杯及汤油杯 而陈炳顺 就曾经在2019年落选苏迪曼杯时说过 与种不争招他们参赛 很遗憾 因为参加苏迪曼杯这类团体赛能够获得更多的积分 根据雨年的规定 在苏迪曼杯上场的球员可获得自身积分的10% 当时有71590积分的他们 只要上场打比赛就能获得7000多分的积分 而他们在纽西兰公开赛夺冠的分数也才7000积分 所以不让职业球员参赛等于剥夺了他们获得更多积分 提高世界排名的机会 虽然说奖金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但同时也会给职业球员带来特别巨大的压力 像是2020年疫情期间 几乎所有比赛都暂停了 这导致了许多依靠奖金来生存的球员面临经济困难 甚至是必须提早退休 许多依靠赞助奖金及产品代言来维持生计的球员的合同 都即将结束 拉西曾经代表职业球员们表示 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尽快控制 因为职业运动员需要比赛和赚钱来维持生计 本地自由人都靠奖金生活 但比赛现在暂停了 很多球员都感受到了经济压力 只有一些基础的赞助经费 很多球员都只能承担机票和器材费用 相对而言 世界排名前十的会好一点 但目前只有陈鼎顺和吴柳英排在第七位 选手们不仅面临经费问题 也失去提高世界排名的机会 而如果世界排名不能上升 他们就无法参加更大型的比赛 收获更多的奖金 据了解 一名球员在每个月教练和医疗就要花费大约5000令吉 这还不包括比赛费用 机票 住宿和30 而如果发生了比赛被取消 购买了机票费也没得退 就许失惨重了 而比赛的费用也越来越高 尤其疫情期间 主办单位会尽量把大家聚在同一家酒店 参赛选手没得选择更便宜的酒店 因此花费会变得更高 像是在2021年在印尼巴黎岛举办的两项赛事 就让球员在将近两个礼拜半的时间内 花费高达18000令吉 而如果在近几年中赛只会花费更高 最糟糕的是 去参赛了 但是他们能赢下比赛 就最终毫无收获了 自由是一把双刃剑 他的确给了他们许多自由 但是 有辆球员们不能够只把注意力放在赛场上 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自由人去关注 从赞助商 训练场地 陪练员 教练 到出国参赛的酒店费用 飞机票 到训练课表 这些都不再有人替他们分担 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去想办法合理的分配 该怎样使用赞助费 像吴刘英 就会找别的国家的选手一起住同一间房间来省钱 比赛之一 还有太多太多的所随事需要去兼顾 在比赛时 如果平时一起训练的教练没有通行 场上 就只剩下他们来制定策略 没有教练会坐在后方指导 所谓旁观者清 但他们并没有旁观者 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战术和经验 来战胜对手 只要国家队的球员数量增大 自由人的数量也一定会往上升的 这是不能够避免的事情 但是 我们也其实不必把他们分得那么清楚 虽然像大马鱼总会长诺莎 曾经在顺颖和双位组合退出国家队时说过 一旦选手退出国家队 他们就是独立球员 但对我们来说 他们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所有选手都来得更高 但他们还是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 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如果退出国家队之后就隐退 也同样可以靠着之前累积的名气闯出一片天 但是他们选择坚持下去 而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都以国家队分开训练 但是在外头比赛 还是可以看见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像是如果职业球员竞技奥运会这类大型的比赛 鱼总还是会邀请职业球员回来训练 所以 在马来西亚来说 整个羽毛球的大环境还是很好的 当选手们沾上羽毛球场 他们就是代表着羽毛球这个运动 最早的全赢赛 所有选手都只是粤鱼的羽毛球选手 他们会参赛 就只是纯粹热爱羽毛球 他们才不管是国家队还是自由人 而是羽毛球的壮大 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体制和规则 虽然现在的大环境对自由人并不友善 但是已经有选手为改变而发生了 而网球 一直都是羽毛球可以参考的对象 希望世界羽连和各个国家的羽种 能够做出改变 让我们热爱的选手 能够获得更公平的机制 继续为我们呈现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